朋友们,现在可以免费训练角色 生成外观一着一致的人物图片和影片了 复刻角色也变得非常简单 我可以让自己成熟稳重 也可以让自己变得性感动人 还能生成一致角色的连续动画 今天分享的是一个人工智能综合性平台 除了训练模型生成一致角色图片 还可以使用内置的 可灵1.5,minimax,海螺等等模型来生成AI影片 先给我点点订阅,马上带你上车 在Dism AI首页可以看到有很多的AI工具 图片生成工具,影片生成工具 图片的编辑和扩展,画质提升,真人画脸 还有为产品定制AI背景 特别推荐的就是Consistent Character生成一致人物功能 是我用过最简单的角色训练工具了 第一步是帮你生成角色概念图 也就是角色的正面侧面背面的全方位图片 第二步就是用这些图片来训练角色 完成训练就可以随意生成这个角色的各种场景图了 关键是这里还有一个新的功能很有意思 就是可以插入角色 替换或者添加角色都可以 点开来试一下 先把需要编辑的图片导入进来 我的想法是在旁边添加一位帅哥 把我的单人罩变成双人合照 第一步就是要选中新角色所在的位置 可以使用左边的第二个比刷功能 然后直接在图片上涂抹选取新角色的区域 如果不小心选错地方 在左边点击UNSELECT 再涂抹一下就取消区域了 比如我想让新的角色有一个抱着的动作 那我就要把两个人中间的位置也选上 并且我要的动作是抱着 所以肩膀或者腰部也图选上 这样可以方便AI填充 然后第二步是Choose a Character 就是选择一个角色 可以使用上面这些系统自带的角色 也可以使用自己新建的角色 后面我都会教大家怎么创建一只角色 这里我就先选择这一个角色 选好角色之后呢 它的下面就是这个角色的描述 它的穿衣风格呢 是休闲的街头服饰 它还戴了一顶帽子 穿着背带裤 但是我不喜欢这个衣着 所以呢我可以选中修改一下 让它穿着家居服 这样就跟我的卧室场景和我的衣着相配了 接下来我们需要描述角色的动作和场景 其实Dizim呢是支持中文提示词的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用中文来描述 Richard抱着照片中的女生一起看向镜头 为了防止AI他新增加一个人物 所以我就提醒他 整张图片呢只有两个人 检查一下没有问题 然后点击最底下的黄色生成按钮 在右边等待图片生成 OK一共生成了四张图片 把光标移动到图片上可以预览 角色一致性呢也做得非常好 整张照片看上去非常的合理 就像是真的双人合照 而且两个人中间AI处理的非常好 可以直接点击下载 那如果你不想用系统自带的角色人物的话呢 我们可以自己来添加人物 可以直接点击这里的Liu Character 新增角色 或者还是回到左边的Character 然后点开创建我的角色 有两种创建角色的方法 第一种就是通过文本描述角色 第二种呢就是通过导入图片来创建角色 我选择通过文本提示描述 这个3D角色模型是最近上新的 还有真人模型Realistic 我们后面也可以尝试 在左边的分类里面 也可以选择你喜欢的风格 OK回到角色生成面板 它是支持中文提示词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提示 描述你想创建的内容 比如我想要生成的角色是皮克斯风格的动画旅行角色 其间的黑发 暖棕色的眼睛 它穿着米色毛衣 高腰黑色牛仔裤 棕色的短靴子 选择好创建角色的风格之后 点击生成角色 很快我的角色已经创建成功了 在输入框这里 它默认了在开头已经使用了我们的角色名字小发 并且米色毛衣黑色的牛仔裤 还有棕色的靴子 把角色原本穿着的衣着呢 它都描述出来了 我们可以按照原有的衣着来生成图片场景 也可以去变更它 下面会有一些动作提示的灵感给到我们 单击一下 它会为我们补充提示词 我想让它穿着白色的婚纱穿过鲜花盛开的花园 阳光透过树木洒下来 描述好穿着和场景之后 还需要把人物的风格也填上 也就是我们在生成概念图的时候用到的前面半段提示词 皮克斯风格的动画女性角色 期间的黑发 暖棕色的眼睛 OK 下面呢是图片的尺寸 点击打开 我选择16比9 点击最下面的generate等待图片生成 OK 角色一致性保持得非常好 再来生成一个外出在悬崖上看日落的 来点击generate看看怎么样 不错 我提示词里面有让角色面向镜头 但是它理解了正在看日落 所以就会有一张看着日落的侧脸图 对提示词的理解很好 而且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是海边日落 我的提示词完全没有提到海边 但是它帮我增加了世界情景 海边的日落当然就更加有场景氛围了 我们试试训练真人模型怎么样 点开加号新增人物 真人模型我建议大家尽量多上传图片 最多是30张 图片越多 它训练模型的角色一致性会更加好 同样是我不同的角度拍摄 不同的衣着场景 还有动作姿势 小发真人 OK点击训练模型 同样模型训练好单击一下 左边就会自动出现了我的角色描述 年轻的亚洲女人 然后有一头长直发 她还根据我上传的那十几张训练的图片 来描述我的常规衣着 经常穿着单色的上衣 黑色或者白色 有时候还是透明的 如果你训练模型提供的图片 衣着发型都一样 那系统会默认 在之后生成的图片里 也会是一样的衣服和发型 除非我们通过提示词来调整 我把场景改一下 穿着外套走在一条古老的街道上 再让角色面向镜头 OK点击Geneway等待图片生成 点开看看 哇这不就是我吗 我才上传了十几张照片 就能把我完美复刻出来了 最多三十张 照片越多模型就越会稳定 也就是每次生成的结果都是你 我们来试试给他换个发型怎么样 不要长直发 要一个长的棕色的卷发 再看看他能不能生成一些性感衣着的图片 穿着精致的白色蕾丝睡衣 坐在卧室里的床上 灯光柔和 OK点击Geneway 不行哦 它识别到了提示词比较敏感 那我就修改一下 那就不要蕾丝了 白色的睡裙应该OK了吧 没有蕾丝就可以了 没想到有一天 我也能这么有女人味 特别是第二张 我都怀疑是什么时候 自己真的拍过这样的照片了 真的太像我了 而且发型按照提示词变了 从黑色的长指法 变成了棕色的卷发 如果想要图片编辑的话 直接双击图片 就可以去到画布这里了 我们来看看有什么功能 套选工具 我们用一个笔刷功能 把这个抱枕选中 然后点击编辑 再书框描述黄色小猫 看它能不能把抱枕替换成小猫 点击生成按钮 OK真的变成了一只小猫呢 可以直接找到你想要下载的图片 在这里呢 点击download下载下来 PNG格式的话呢 一般就保持了原有图片的画质 同时我们可以进行画质的升级 最多是4倍的画质升级 OK点击下面的升级按钮 升级完成 自动就下载到本地了 只要模型修炼好 就可以生成同一个角色 不同场景的图片 在Dizim这里呢 还可以把图片转换成影片 这样我们就可以生成连续的故事影片了 来到左边AI Video 有三个模型可以选择 Minimus海螺模型 可林1.5模型 还有Standard模型 大家可以发现选中了Standard模型之后呢 这里多了一个End Frame 也就是结束针图片的选项 这个功能也非常好用 比如说现在这个角色 他正在做饭 这个场景呢 就非常适合 开始针也是这一张图片 结束针也是这一张图片 大家都知道 做饭的时候 我们不会离开锅子太远 所以开始针和结束针 都是同一个画面的话 中间AI就会生成一些轻微的动作 还有一点 我们需要把画布的大小改为 跟图片尺寸一致 这样生成出来的影片呢 也会是一样的尺寸 OK 再往下 提示词这里也非常简单 来到右边找到对应的图片 点击Information信息这里 把它的提示词复制一下 粘贴到提示词输入框 Imagination可以理解为AI创意 如果想要AI更多的创意呢 就把数值调高一点 影片的时长可以生成5秒或者10秒影片 OK 检查一下 没有问题 点击生成影片按钮 来看看生成的结果 它在很认真的观察锅里的情况 不过做饭会冒烟 因为我要求开头结尾同一张画面 所以AI没有办法生成烟雾了 我把结束针图片取消掉 就可以重新生成带烟雾的影片了 用这个方法可以把不同的场景图片生成影片 比如做饭的前一步就是切菜 选择好你要生成影片的图片双击一下 再来到左边 我们可以换成Millimax海螺的模型 点开图片 选择切菜的 然后再来到切菜图片的信息这里单击一下 把提示词复制过来 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模型 它的参数设定是不一样的 像Millimax它就没有结束针的设定了 不过它图片生成影片的效果也很不错 我们生成来看一下 生成的任务会在左边 最上面可以看到 很开心的一边切菜一边分享 让我特别意外的是 它一只手握着菜刀 另一只手固定蔬菜 这样精细的动作生成非常的协调 而且偶尔看向镜头说话 让整个影片很有画面的故事感 Millimax的表现很不错 怎么样 Dizim AI提供的7天会员功能免费试用 每天额外还赞送32级分 大家赶紧去试试 连接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了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和成果 未来我也会介绍更多最新模型 和人工智能的新玩法给到大家 记得点赞订阅 并且点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下一期的精彩 希望本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我们很快再见 拜拜 Mill 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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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